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台美 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我是梁东 梁某人 刚才和黄剑师兄讲到 道长在夜间星空松树下修行 你相信就相信 不相信就算了 但是还有很多 我们世俗的问题 可以去问的 比如说黄剑 你就问过老师 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还是就是这样的 我们同样关心 你对男女是怎么看的呀 公主 我也很想知道 但还真回答了 你这么多年 一百岁了 都没有对女人动过心吗 那有时候也动嘛 把你动 你要有个正规的思想嘛 那么你要动的话 你干脆正大冠名的结婚去 你搞那头头嘛嘛 鬼鬼道道的做啥的 我也是父母养的嘛 没从生我嘛 我们身里 就已经重上男女的感情了 因为有些好妇女的话 她一怀孕 她的死去 咋念 她一直不动药 剩下的孩子最贵重 草上飞 水上飘 好多武功家跟我 她暗中跟我比赛不 我头里走 她在后头 我一会儿就把她撇多远 你们都说是 我是高手清宫 武功家 我武功连一点都不动 那你以前也没有锻炼跑步 什么之类的 没有 谁锻炼那些东西出山 真人 她很诚实 她没有这种事 你问她这些问题 她一点都没有觉得别扭 不舒服 或者不尊重她 有一点侵犯她的那种意思 也没有觉得我很庸俗 我觉得她里面还有个东西 你看她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她最后一句话说 当这个父母 他自己对这个孩子心症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身处最贵重 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在 因为我自己开诊所 常常会看见很多人来求病 这个有很多人 这个身体总是调不好 吃了很多的药 然后我就问那些老师 这些老师说 这些老师都是效果很好 别人都吃得很好的 有一天 昨天有一个人的故事 这个老师跟我说 他说啊 其实这个病人 他最大的问题不在后天 在先天 我说先天是什么 这上一辈子 他说不是 就是他在 出了爸爸身体 但是还没出妈妈身体的时候 就是说他在睡睡那眼 娘胎里的时候 有一些经历 我说什么经历 他说我看着他的情况呢 应该是 他母亲呢 那个时候啊 不想要她 所以呢 他很恐惧 你知道母子连心啊 但很多人 很多女人在怀孕的时候 抱怨老公啊 对她不好啊 或者呢是 未婚怀孕啊 或者是老师怕 比如计划超生想打掉 诸如此类 他就一直很犹豫 打还是不打 留还是不留 他每动一个念 这个孩子都听得见 你知道在身体里面 小孩子跟母亲之间是 整个是相通的嘛 所以呢 这个小孩子呢 是在怀孕 在被怀孕的过程当中 娘胎里面呢 是每天 面临着一个枪决 还是不枪决 这样的一个过程哦 你想想看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就 缓期一年之行 就真的 你说 我们平常在笑 但是你想想 如果这个人 他从小这样的话 那么他出来之后 他这个先天禀夫啊 就 就带着很多的 愤怒 愤怒 恐惧 他的很多脏气 因为恐惧的原因 也没有发育完整 当一个人 他在被怀孕的时候 他的娘胎里面的时候 如果他妈妈心不安 比如说还在吵架 或者是说 在比如说 逃难 这种事情 那么 他出生之后 他可能不知道 或者早已忘记 曾经这些经历 很多人 他后天的记忆 已经覆盖了 但是这些东西呢 其实并没有被 完全的消辞 就跟在电脑一样 还没有完全格式化掉 他还在下面 他会在某一些 关键时刻 睡梦当中也好 或者某些惊吓的时候 或者某些 散出来 散出来 这个东西散出来之后呢 对身体的整个影响就很大 否则的话呢 真正是很危险 因此呢 我常常跟 跟我们的很多朋友 在讲 就是说 你对这个孩子 一定要心存期待 就每天是很善意的 在等待他 就爱 爱的方式 来等待他出现 否则这个孩子呢 将会一辈子 活在恐惧当中 哦呀 你看这 看那云雾 哎呀 太好了 哦 哎呀 这些云雾 你把这一周围的云雾 照出来 看 这黑的白的 都这么一周围 看 这样我知道 如定的那个云雾 就像这样的 刚是如大定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一周围很远 那个云彩 糊涂涂涂涂涂涂 声音可大 一孩子起的满空 一孩子躲 一孩子上面 一保围出来 啥也不知道了 那么一如今 气脉都停 自己的身体在哪里坐住 也不知道了 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 就是光看见云雾 躲起来的 不阳 这个人 人 先 认识 然后 感情 在哪里 输 六 五 六 狐 氏 可 输 血 滴 又 冰 天 牧羊在北方 可饮雪及参战 牧羊在海边 家作窄生家生如儿 劫儿童鲜酸 雪的北风吹 养阵寒光飞 白发娘 王儿归 红装左空位 夜晚童如梦 凉滴水蒙水 家作载上死儿 累时已 不唱了 不唱了 往下不唱了 过去的重量什么性 现在的人 数 每次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 我都很伤感 就是这个老先生 他这种对忠良 就是他可能 他有个对他母亲的这种爱 他其实唱这首歌 其实不光是母亲的爱 我觉得他还有一种 对道的忠良 忠和良这种东西 他感受到了 他现在觉得没有 他这种悲哀 对道统 道统的丧失的悲哀 这么几十年下来 他也一直没有找到一个 真正能够接过这些 追随他脚步 所以他每一次都觉得很伤感 其实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做这期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也要知道 他有希望这个事情 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给传承下来 所以他找到了我们几个人 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给告诉大家 什么是真正的道 以前这些都是不传之密 他也绝不会让我们去了解 去记录 甚至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电视传媒的方式告诉大家 但是老道长后来他突然 他说他想明白了 他害怕他如果他走了之后 这个东西就掉了 他甚至很想去了解一下 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大学里都在教什么东西 他在山上跟我说 能不能联系一下 我想去北大听客厅十天 交钱都没问题的 他说我还是有一点点的零钱的 他想去学习 他也很想了解一下社会 他因为他总是希望能够 大家都能够 尤其是年轻人 能够回到正道上来 能够回到传说中的 他们追求的那个梦想中间去 所以在过去的这几期里面 非常感谢黄健 把今天可以说 在这个世界很少有的一个片段 透过这样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让我看到了 真真正正 还活在中南山里面的 这一些百岁老人 他们如何透过极简 极磁 极不为天下先的一种方式 他说没有什么东西创新的了 因为所有东西 祖先已经全部讲完了 都有了 关键是当他们用这种方法 证明他活得比你长的时候 说明他的东西是对的 比如很多人天天追求各种科技 你活到五六十岁就不行了 人家活到一百岁还能下地种田 怎么说还再活个三五十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什么东西是要回到道统的 好了我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再有请到黄健 我们来分享他在路途上看到的其他更多神秘而有趣的故事 谢谢黄健 谢谢